汉堡是两个孩子一直都很喜欢的 而我也真心觉得这样的搭配营养很均衡 制作起来也特别简单 所以我喜欢把它们放在早餐的时候 再搭配一杯牛奶或者是蔬果汁 头一天先做好面包 到早上的时候 只要煎份肉或者和包蛋 再搭奶酪片蔬菜等就可以了 全程也就短短十来分钟 而它的能量却能让人整整活力一上午 即使来不及煎肉 也可以换成煎培根 又或是直接换成火腿片 都可以 总之它的搭配很多也很随意 准备好各种配料 准备好面包 猪肉剁成肉粒放入碗中 加入葱姜末 调入生抽 搅拌均匀 加入少许淀粉顺同一方向 稍微搅拌上镜 铺黏锅里刷上薄薄一层油 中火加热放入团成圆形的肉饼 煎熟备用 把面包从中间一分为二 铺上生菜 挤上沙拉酱 放上一片西红柿 放上一块热乎乎的肉饼 加上一片早餐奶酪 再铺上一个清好的鸡蛋 又铺上生菜 挤上沙拉酱 再放上第二块肉饼 最后盖上面包即可